杨正预测超级草根手战面对苏Party大概率会取得开门红 在众多球迷粉丝都在质疑超级草根实战水平时 杨正力挺超级草根 我感觉可能超级草根影面大一点吧 后卫线上超级草根拥有顶级得分手赖一叶 既有实力又有不错的履历 一度被杨正认为是现阶球圈最好的得分后卫 封线位置上既有能投扇扣的大心脏球员 河南罗斯留守员又有每天300G三分球的神射手杨妈 内线有中投教父老魏坐镇 这套阵容除了身高吃点亏 其他方面还是比较均衡的 而且近日超级草根还引进了两位强力外援 一位是赖一叶西郊大队友徐川奥 是一名一米九三能投能涂体格强壮的风险球员 另一位是前上海郊大南队队长黄汉涛 是一名身高两米身体素质劲爆的内线球员 随着两名实战型球员的加盟 超级草根的实力至少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且为了这次比赛 几位老师傅也早早的开始了集训 外出度假的赖一叶也在昨日宣布回归球队 ZOOPARTY这边最稳的点 无疑是聚龙先生周凯恒 在以往的场牌赛事上经常轰下30家 借球超新星柯然 串联球队的能力同样也不能忽视 内线方面本来是ZOOPARTY更具有优势 但是前几日陷入流言风波的2K建模人薛蒸蒸 能不能出战成了最大的X因素 兄弟们你们认同杨正的观点吗